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 美国已经与中国在原则上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但是最终仍有待特朗普总统拍板 在此之前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提出取消定于12月15日开征的新一轮 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 同时将现有的对价值3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降低一半 以换取中国承诺大笔采购美国农产品 改善保护美国知识产权 以及扩大中国金融服务领域的市场转入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记者林峰来演播室为我们解读 欢迎林峰 谢谢 是 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还发了推文说 两国已经非常接近达成一个贸易协议 但是我们知道他之前也这样说过了很多次 那你觉得这次的情况怎么样 他这次是不是真的要达成协议了 对 应该说这次的情况跟过去相比来说 都更加真实的 非常接近的能够 双方能够达成这个协议 那就在我们现在可能正在谈论的时候 现在正在白宫的可能就在进行 特朗普总统跟他的这些经济 还有贸易的这些顾问正在商讨 正在就最新的这个形式进行一个讨论 那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 有可能特朗普总统就会对这个原则性的协议 做出最后的一个决定 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但是现在各方来看的话 同意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 那现在我们应该强调就是 这份协议目前还是一份原则上 就是一个原则上的一个协议 那最终的这个书面的正式文本 还有待最终的敲定 所以呢 现在应该说 这个总体的态势是比较好的 那具体来讲的话 这个时机也比较好 因为一方面美方和中方都特别迫切地 希望能够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点上达成这样一个协议 那今天早上呢 这个特朗普总统推文呢 也明确谈到双方都希望能够达成这样一份协议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情况可能跟过去几次相比的话 双方达成 真正达成这第一阶段的协议来看的话 可能性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那我们另外一方面看到有人是质疑啊 美国把现有的对这个价值3600亿美元的 中国商品的关税降低一半让步太大了 可能会失去了对中国在更棘手的一些问题上的制约 那么你采访到的专家是怎么谈论这个问题的 对 的确有一些人是可能会认为 就是说把这个关税减让一半 就是说有7.5%或者12.5%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大比例的减低的话 可能会让美国在日后跟中国进行更棘手问题的谈判上 那个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筹码 或者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约束力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专家呢 我今天采访的一些专家就认为 这其实其实也并不并不尽然 因为美国因为这样的一来的话 美国一方面是虽然是在关税方面做出一些大的让步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也有所得 特别就是在这个中方承诺这个农产品采购方面 但是也有专家就强调呢 这50%恐怕是一个现在来看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最终的细节是什么 它有可能是一个上限 那具体要看中方做出的具体承诺是多少 比如说如果中方确实做出了非常坚实的 非常这个阴实的一个承诺的话 而且在这个知识产权领域 还有在其他市场准入领域 也做出比较可信 比较比较好的承诺的话 那这个50%这样的一个数字 这样一个水平还是有可能达到 有可能实现的 但是现在我们都还有待于 最后看到最后的这个细节是什么 现在还都是在这个猜测当中 但是50%的确是各方都会认为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尺度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林峰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